把蒜往里一撒 香菜撒到中间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鲫鱼酱豆腐 来用心做好菜吃出酱汤来 把这个香菜切成小碎段 一公分长的小碎段 熟了以后啊 放在菜的斧头上啊 就可以 这个胶呢 切成一寸长的段 喜欢放这个呢 可以多放几个啊 这个呢是放在豆腐里炖的啊 这不叫五花肉了啊 五花肉让我切去了 要的是白肉啊 白肉呢 带皮的切啊 煎鱼的时候先把这个 肥肉油给它煎出来 然后再煎鱼 这样的话呢 去腥味去的好啊 另外呢 放这个肥肉主要是 去腥增浆啊 现在呢 这样切 1.5公分厚的片 再切成条 5至6公分长的条 把这个鱼 把这个鱼 擀下刀 鱼擀刀呢 就是大一字刀啊 这边来一刀 一侧 来一刀 这样就可以 下过一尖 吃鱼肉的时候一加 吃整块啊 这肉 效果才好 边一加稀碎的 锅呢 是平底锅 加上一两克拉油 把这个肥肉下锅 刚起点黄色 现在呢 把这个鱼 往锅里下 煎至两分钟啊 鱼呢 必须要煎一下 要是有时间啊 咱们还可以呢 用筷子 用筷子给它翻一下字 放这这样啊 你愿意翻就翻 不愿意翻可以不翻 这样 煎至两边上色 煎至香味 腥味让它出去 现在呢 把这个葱 放到锅边上 辣椒段少放啊 不要辣 要这个香味 现在看一下啊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就可以了 能看出来不 金黄色 现在呢 把这个酱里头放上 生抽 大豆酱油 一样二十五克 大酱一两半 大酱是东北的黄豆酱 大酱是东北的黄豆酱 把这个酱炸香 不用放料酒和这个黄酒啊 直接 把豆腐和这个脚椒下锅就可以了 用铲刀给它翻上来就可以啊 加上这些汤 姜姜和这个鱼肉 一瓶 就可以 这个颜色啊 这个颜色啊 是非常不错的 要再少放上一点老抽啊 颜色会呢更好啊 会更好 哎 看啊 看啊 这是六分钟 还有这些汤 你看这个尖椒变黄了啊 只是冲了六分钟 晃一晃少 哎 不粘锅 就可以 然后呢 我们再加上六分钟 一共全程十二分钟 把汤汁收到剩现有的汤汁的一半 这份就都进去了 好了 一会儿见 现在时间到了 喜欢吃叫什么呢 酱烧鲫鱼豆腐 这里头呢 放上这个勺 半勺白糖 平勺啊 半勺 就是十克白糖 然后开锅 烧至入味 一勾腔 那个叫酱烧啊 这个叫酱炖 来 看一下啊 汤汁这样正好 把蒜往里 一撒香菜 撒到中间 来 朋友们看一下啊 这样的鱼 一夹这肉 这肉就是一块 这样 放锅里尝尝 除了刺度啊 口啊 这个鲜的口味啊 是极佳的 来 朋友们 咱们看一下这个豆腐这个特点 非常非常的软嫩 非常非常的软嫩 啊 非常非常的软嫩啊 这样的豆腐才好啊 还有这个椒啊 这椒像我们炖那个油豆角或者普通豆角啊 炖的是那种豆角 那个口感和这个是一模一样啊 啊 严格的说这个椒和那个炖豆角的口感是一样的 非常酥辣啊 具有豆腐的味道还有鱼的鲜味儿 突出的是酱香 好了 今天这道菜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各位观看 啊